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 关于征税范围的特殊规定 那么特殊规定特殊在哪呢 就是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叫做特殊项目 第二个就是特殊行为 我们先来看特殊项目 哪些特殊项目呢 第一个 罚莫物品争与不争增值税的处理 你比如说第一种情况 执法部门和单位查处的 属于一般商业部门经营的商品 具备拍卖条件的 我们就由执法部门或单位商 同级财政部门同意之后 公开拍卖 那么拍卖收入作为罚莫收入 由执法部门和单位如数上缴财政 这是一个前提 不予征收赠值税 但是对于那些经营单位 购入了这个拍卖物品 他们去拍卖购入了这个物品 再往外销售的那些 应该照章征收赠值税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 执法部门和单位查处的 属于一般商业部门经营的商品 不具备拍卖条件 那么由执法部门 财政部门 国家指定销售单位 会同有关部门 暗制论嫁 交给国家指定销售单位 纳入正常销售渠道去变价处理 那么这样一来 执法部门按照商定价格 所取得的变价收入 作为罚莫收入 还是要如数上缴财政 那么就不予征收赠值税 就不在征收范围之内 那么国家指定销售单位 将罚莫收入 纳入正常渠道销售 去销售的 应该照章征收 增值税 你纳入正常渠道去销售了 卖出去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照章征收 增值税 好 第三个 执法部门和单位 查处的属于专营 专管机关管理 或者专管企业经营的财务 你比如说经营 但不包含经营首饰 经营首饰 我们在外边 一般的商业部门 是可以卖的 对吧 然后包括外币 有价证券 非禁止出口的文物 那么应该交由专管机构 或专营企业 对吧 收兑或者是收购 那么执法部门或者单位 按照收兑或收购价 所取得的收入 作为罚莫收入 如数上缴财政 还是不予征收 增值税 那么专管机关 或者是专营企业 经营上述物品中 属于应征增值税的货物 那就应该照章征收 增值税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类 就关于罚莫相关 征还是不征的 规定 第二类 航空运输企业 已售票单位 提供航空运输服务 取得的逾期票证收入 我们前面是否讲过这个问题 对吧 按照航空运输服务 征收增值税 前面已经讲过了 对吧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你会发现我们教材里边 有很多东西 实际上会有重复 颠来倒去的 充分证明一点 就是我讲的 教材不是科学 而且你能够明显看出来 是不同的人参与 然后把它凑成一块的 就很多地方的笔法呀 写作的手法呀 语言表达的风格都不一样 对吧 当然大多数都是应该 直接引用了啊 复制粘贴了我们的 这个法律文件 但是还有一些 衔接的内容 段落上的表书啊 对吧 还有包括内容上的 这种重复啊 其实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 每年都需要去不断的完善 所以千万不要把CPA考试 当做一门科学 不是的 它就是通过性的考试 来考察一下 你是否掌握了 这个从业应该 达到门槛之后啊 接下来你要去面对 更加复杂的现实 你要掌握的东西更多 你会批判性的回过头 来看你CPA说法里边 包括其他内容 对吧 其他这个这个考试 课目里面的内容 很多都是有问题的 值得商榷的啊 好第三点 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 与其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 性资产不动产的收入 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 注意这是前提 就你的财政补贴啊 如果跟你的销售直接挂钩了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你这个补贴 跟你的销售生产经活动 是密切相关的啊 那么这种补贴呢 我们就是要干什么 按照你的生产经活动 参与了生产经活动 来按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啊 但如果你取得的是 其他情形的 跟你的这个销售 没有任何关系的 财政补贴收入 那就不属于增值税的 应税收入不增增值税 这是那个界限搞清楚啊 有没有直接挂钩 好吧 第四点 融资性生活回租业务 又提到他们 你看他又来一遍啊 但这一遍呢 他是强调一件事 就成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 不属于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 不增增值税 为什么 回过头来再想一下 我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啊 有设备 有机器 但缺钱 我要融资 怎么办呢 我就把这个机器设备 卖给你 你呢 好心好意买了之后 给了我一千万 对吧 完了之后呢 这个资产实际上 根本就怎么样 没卖给你 根本就没卖 这是本质 对吧 我实际上 拿这个资产来干什么 来融资来这 你抵押融资来这 然后完了之后 你通过租金 每年收的租金 来赚我那个利息的差 对吧 赚了我利息收入 所以实际上 我这个业务里边 我这个资产卖了吗 压根从本质上来讲 就没卖 他就是利用他来 做一个抵押融资 然后你赚取利息收入 所以我所谓的 出售资产的这个行为 不需要征收增值税 他不在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里 所以搞清楚这一点 好吧 这是那个 融资性售后回租 反复在想那个案例 好 第五个 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资产 创新药的销售额 那么这个销售额要交税 为向购买方收取的 全部价款价外费用 作为你的销售额来交税 但如果是提供给患者 后续免费使用的 相同创新药 注意免费使用这个事 很容易要做什么呢 在税访上 适同销售 但是呢 这个地方因为是给患者使用的 这种创新药 我就不属于 适同销售范围 说白了 不给你蒸这个水 就说白了 本着有利于 那是人患者的原则 对吧 那么创新药呢 是指经国家药品食品 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注册 或批钱 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 境内外上市 这属于创新嘛 对吧 通过合成或者半合成方法 只得的原料药啊 及其致敬 这属于所谓的创新药 好 第六个 根据国家指令 无偿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 属于用于公益事业的服务的 不征收 增注税 那么这个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说白了 要参与公益事业的 你比如说大灾大难的时候 我们铁路运输 运物资 航空运输 运物资 对吧 我们要救灾 我们要服务于公益 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个 让我们非常悲痛的事情 对吧 那么就是东航的这个在 广西的坠基案 大家知道后续 还有很多的事情 可能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新闻 我们有专 专用的航班 我们要把什么 把我们的黑匣子 要运到什么 运到北京去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提供了什么 用于公益事业 用于国家的这种服务 政府的服务的 实际上这个运输服务 是不需要怎么样 征收增值税的 对吧 这是我们讲的第六个啊 第七个 存款利息 不征增值税 这个前面也讲过了 他不在征税范围里边 要搞清楚啊 第八个 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前辈也讲过了 不征增值税 对吧 这就我说到的 颠来倒去 对吧 反复出现 那么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听君意气话 如听意气话 真的是 对吧 废话啊 前面讲过了啊 相当于复习一下啊 第九个 房地产出管过了 或其指定机构 攻击机管理中心 开发企业 以及物业管理单位 代收的什么 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 是不是也说过了 不征收增值税啊 那么第十个 说也说过了 在资产重组的过程中 通过合并分立 出售置换的方式 将全部和部分 事物资产 及其相关联的 债权负债劳动力 一并转让给 其他单位和客人 不属于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 也都说过了啊 但是我们在 特殊规定里边的 特殊项目里边 专门再拿出来 说一下 好 接下来的这个特殊项目 有点特殊了啊 特殊在哪呢 它指的是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简称单用途卡 什么概念呢 就说白了 大家有没有办过 那种商场超市的 那种购物卡 这就是那个 单用途商业 只能用在这个超市的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或者叫单用途卡 就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业务 按照以下规定来执行 大家来看啊 第一个 单用途卡发卡企业 就发卡的那家企业 或者说售卡的企业 都叫售卡方吧 它来销售单用途卡的话 或者说接受单用途卡 持卡人的什么 充值取得的预售资金 要么你买我的卡 卡里边带着500块钱 或者1000块钱 或者我接受你这种 单用途卡进一步的充值 取得的什么 预售资金 为什么叫预售资金呢 因为你这个时候 实际上的生产经营活动 发生了 没有 还没有真的去买东西呢 他只是在充钱 或者买了一张卡 对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 怎么样 不缴纳增值税 这个环节先不交税啊 那么售卡方可以按照规定 向持卡人 向购卡人 充值人 去开具什么呢 增值税 普通发票 但不能给你开专票 你不能拿着这个东西去抵扣嘛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环节 好 接下来第二点 售卡方 因为发行 或者销售这种单用途卡 并办理相关的资金收付 结算的业务 而取得的什么 手续费 对吧 结算费 服务费 管理费 等等这种服务性质的收费 对吧 这些收入 要按照现行规定 缴纳什么 增值税 现代服务6%啊 对吧 那么你取得这种手续费 结算费 服务费 管理费 都属于这一票 对吧 都应该按照规定 缴纳增值税 好 第三点 持卡人 使用单用途卡 去购买货物 或者购买服务的时候 货物或者服务的销售方 按照现行规定 缴纳增值税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 生产金活动发生了 对吧 然后人家在卖货 或者卖服务了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向持卡人 不能向持卡人 或者说购物卡的 那个什么 增值税发票了 你不能再给他二次开票 对吧 而且他充了一千块钱 可能花的时候只花三百 下次再花两百 或者再花三百 明白意思吗 所以你这个时候 不需要给他开票啊 好 接下来第四点 销售方和售卡方 不是同一个纳税人的 如果是同一个纳税人 那事情就简单了 很多就是自己卖的超市的卡 然后你再回到超市来买东西 这个属于一致的 对吧 还有一些 他可能不是同一个纳税人 对吧 那么销售方跟售卡方 结算的这种销售款的时候 也就是我这个商场 我服务提供方 货务销售方 我收到了售卡方 给我的那个结算款 比如说人家刷卡 消费了三百块 我收到了这三百块的销售款了 对吧 那么应该向售卡方干什么 开具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并且在备注来注明 我收到了预付卡的结算款 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票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售卡方从销售方那边 拿到的刚才那张普通发票 就作为他销售单用图卡 或者接受单用图卡 充值取得预售资金 而不缴纳增值税的一个什么 一个凭证 留存备查 对吧 我拿着这个凭证了 那么这个过程 刚才说完了四种情况 四个环节的细节 对吧 听完了之后 我相信很多同学啊 经过这样深入浅出的分析之后 应该有了更为模糊的认识 对吧 很模糊 很乱 什么乱七八糟的 里面讲到什么 发卡方 售卡方 销售方 对吧 吃卡人等等 乱七八糟的关系 那做个图啊 就清楚了 来给大家做个图 大家来看啊 就单用图卡 这里边涉及到的 实际上是三者关系 一个售卡方 一个吃卡人 一个销售方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假设这里边的金额 都不考虑增值税啊 没考虑征税这个事 我们就先梳理一下 这个业务流程 大家来看啊 售卡方 他是干什么 卖卡的 谁来买呢 吃卡人去买卡 要么你买卡 要么在卡上 还要进一步的怎么样 充值 对吧 比如说他卖了一张 含有一千块钱的卡 卖给了谁啊 吃卡人啊 吃卡人通过这里 拿到了这一千块钱的卡 但是呢 不需要在这个环节 缴纳增值税 因为实际上 这个业务怎么样 没有发生生产经营活动 对吧 还没消费呢啊 所以只是给你开了一张 普通发票 吃卡人可以通过这 拿到一张一千块钱的 普通发票 不能开断票 不能抵扣 好 接下来吃卡人 要拿着卡费的吗 要去销售方这个地方 卖货 卖服务的这个地方 要么消费 消费的时候 持卡消费 比如说消费了三百块钱 那么这个过程中 你消费了三百块钱 对销售方来说 生产经营活动已经发生 所以这三百块钱 是要干什么 是要交税的 对吧 是应该要去交税的 销售方为他提供了服务 但是不开发票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拿到了 那个一千块钱的票了 你不能在这个地方 再给他重复 开一个三百块钱的票 没必要 不要意思吧 所以他虽然给他提供了服务 不给你开这个票 而他销售方 是要按照三百块钱去计税的 好 接下来 这个三百块钱 实际上是谁给的呢 要卡里的钱过来的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钱 需要通过谁来结算 售卡方给销售方来结算 那么结算的时候 他给他结算款三百块 你收到了 从售卡方给他的这个 三百块的结算款之后 销售方 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 开一张票 证明你已经收到 这三百块钱了 应该 对吧 所以销售方会给 售卡方去开一张增值税的普票 不能开专票 对吧 开了一张普票来证明 我收到这个钱了 对吧 而对于销售方这个过程里面 我给你提供了什么 提供了资金结算的业务 所以你应该有一个资金结算服务 也要支算两块钱的 比如说结算服务费 然后在售卡方这里边 帮你办卡的时候 我也给你提供了什么 办卡服务 那么一千块钱办卡 我比如说里边有八块钱 是什么 是手续费 所以对于售卡方来说 他去卖这个所谓的一千块钱的卡 他不需要交税 因为最终这一千块钱 都会通过销售方的这种销售货物 或者提供服务 一千块钱花完了之后 他都需要去怎么样 去交税 所以这个税实际上销售方去交 而售卡方这边真正干的活是什么呢 我帮你办卡 我有八块钱的手续费 我帮你结算 我有两块钱的结算费 听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对售卡方来说 他真正要寄税的是那八加二十块钱 那个手续费 那个结算费 他提供的是现代服务 来交税就可以了 对吧 而销售方呢 就是什么时候你消费了 你什么时候就按照消费的额度 三百两百五百 最后一千两千三千怎么样 等你消费完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去 整税 对吧 我去交这个税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者之间的关系 售卡 持卡 销售方 那么相信这样一个图示之后 大家应该对这个流程就比较熟了 对吧 简单来梳理一下 售卡方把卡卖给了持卡人 对吧 持卡人花钱从售卡方这个地方买了卡 但是呢 我们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生产经营活动 所以呢 只能从售卡方这边拿到一张普票 不能开专票啊 那么接下来 持卡人 拿着这个卡 对吧 去销售方那消费 不管是买货还是买服务 持卡消费了三百块 那么对于销售方来说 这三百块的经营活动发生了 就按照三百块来计税啊 但是呢 不能给持卡人去开发票 因为持卡人已经从这拿到过一千块钱的那个票了 不能再开了啊 好 接下来销售方的这个三百块钱是怎么拿到的呢 肯定是售卡方这边给他结算的 对吧 所以会有三百块钱的结算款 给到他 给到他的话 你就应该给人家开一个什么 收到三百块钱的一张发票 证明一下 对吧 好 这个过程中售卡方的获利点在哪里呢 一方面你办卡的时候 我有一个手续费 八块钱 那么另外一方面 给你做结算的时候 有一个两块钱的结算费 从这搞个八块 从这搞个两块 一共有十块钱 这是售卡方挣的钱 按照现代服来计税 而销售方按照三百块钱来计税 清楚了吧 这就是我们看到单用图卡 在三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如何在哪个环节去交税 好 这是我们讲的单用图卡 了解了单用图卡 那么第十二个多用图卡 就是支付机构预付卡 他可以在多个地方用 就多用图卡 在不同的超市 不同的商超 可能都能通用 比如说OK卡 上海的OK卡 或者什么百联的 什么各种地方能通用的 好多地方都能用的那种卡 对吧 其实跟单用图卡的逻辑 跟单用图卡的逻辑 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还是四个方面 第一点 支付机构销售多用图卡 取得了等值的人民币资金 或者接受多用图卡 持卡人怎么样 充值取得的充值资金 不就是那一千块钱吗 不缴达增值税 因为这个时候生产金活动 我们认为还没有发生 然后支付机构 可以按照我们上边 所说的规定 像购卡人充值人干什么 开具增值税普票 证明这个业务有 人家有一张普票 不得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好这是我们讲第一点 第二个 支付机构因为发行 或者受理多用图卡 并办理相关资金 收付结算业务 而取得的什么 手续费 结算费 服务费 管理费 等等 都是现代服务 对吧 然后按照规定 缴纳增值税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支付机构 原来那个地方是卖卡的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是一个支付机构 因为他支付机构 负责这个结算 对吧 受理多用图卡的 各种各样的充值的 这个相关业务 给你提供了服务 我按照这块 挣的钱来缴税 好 接下来第三点 支付机构 签署合作协议的 那些特约商户 有12345678个商户 去消费 要么购买货物 要么消费人家的服务 对吧 那么特约商户 就应该按照现行规定 怎么样 缴纳增值税 你的生产金活动发生了 你就应该缴税 对吧 并且不能向支付机构 开具增值税发票 因为人家已经通过 支付机构那 拿到了那个 最大额的那个 增值税的票 对吧 充了一千 充了两千 已经拿到了一个票了 你不能再去给他开票 你这可能 经营活动只发生了 三五百块钱 对吧 人家将来还要再来消费 你只是按照你 所发生的三五百块钱 的这种销售额 你去交你的税 不能给他开票 好 第四点 特约商户会收到 哪来的钱呢 就是支付机构 结算给你的销售款 因为人家是刷的 那个购物卡嘛 对吧 多用途卡 所以这个钱呢 是从支付机构 结算给你的 那么就应该 向支付机构 开具增值税 普通发票 并在备注栏 证明什么呢 我收到预付 预付卡的结算款 不能开专票 那么支付机构 从特约商户这 取得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 作为其销售多用途卡 或接受多用途卡 充值取得预售资金 不缴纳增值税的 一个留存的凭证 留存备查 证明一下 我确确实实 有这笔用物发生 但是对于我这个支付机构 来说 我真正赚钱的地方 还是我刚才说的 通过购卡人 持卡人这个地方 我收到手续费 通过你这个商户这边 结算的什么 服务费 我这些钱是要用 交谁的啊 搞清楚这个业务本质 跟刚才的单用途卡的 业务本质完全相同 没什么了不起 好吧 只是一个单用途 一个多用途而已 好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 特殊项目 接下来第二个 关于增值税 增税范围的特殊行为 就刚才是项目很特殊 现在是行为很特殊 行为特殊在哪 第一个 仕同发生 应税销售行为 也就是说 这叫仕同销售嘛 对吧 仕同销售 包括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发生的下列行为 认为仕同销售 第一个 将货物交付给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代销 第二个 销售代销货物 什么意思呢 就我把这个东西 交给你帮我往外卖 然后呢 销售代销货物 就是我帮别人卖东西 对吧 那么这两者 都属于仕同销售 这个所谓的 代销适同销售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要保证增税 抵扣链条完整不中断 说白了 我把货物给你的时候 对吧 我要适同销售 这样的话 我才能寄销向税 交了销向税 你才有什么 你才有进向税 将来你往外卖的时候 有了销向税 有了进向税 你才能怎么样 抵扣呀 链条是完整的 要不然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断掉了 对吧 你销售代销货物的时候 你从我这 拿到这个货物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适同销售 我就找不到进向税 我就没有办法抵 明白意思吗 所以链条一定要完整 所以代销适同销售的 一个基本逻辑 就是要保证抵扣链条 完整不中断 好 接下来的情况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将货物从一个机构 移送至另外一个机构 用于销售 这叫异地移送销售 那么相关机构 设在同一县市的我们除外 也就是说 它需要在不同县市 从一个机构移到了 另外一个县市的 那一个机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什么叫用于销售呢 是指售货机构 发生了两项情形 之一的经营行为 一是向购货房开具发票了 二是向购货房收取货款了 对吧 你只要发生两项情形之一 要么你开票了 要么你收款了 我就认为你发生什么 你就发生这种销售行为了 那么你就应当 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 缴纳增值税 如果没有发生 上述两项情形的 就应该由总机构怎么样 统一缴纳增值税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一地一送 我们要怎么样 视同销售 这个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 平衡各地的什么 税收 说白了 不同地方 它有不同的税源 我们说增值税 是要按照消费地征税的 这个原则呀 对吧 你都在同一个县市 没什么了不起啊 就不同的经营点 在不同的乡镇上 没什么了不起 但如果你都跨县市了 大家的税源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在那交税 跟在我们这交税的不一样啊 在这卖了东西 在当地发生了这种销售行为 对吧 消费地原则 对吧 你用了我当地的公共服务 你是不是应该在当地交个税呀 就是这个逻辑 对吧 税负的平衡啊 那如果售货机构啊 只就部分货物 像购买方开具发票 或者收取货款 也就是没有把所有的都卖掉 那么这个时候 就应该区分不同情况了 对吧 然后你是卖掉的 你就在当地交 你没有的 你就回总机构怎么样 去交 对吧 区分不同情况 在当总机构 或分支机构 分别交代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情况 第四个 将资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什么呢 非应税的项目啊 就你资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这个货物 用于非应税项目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他要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他就不再进增值税的链条了 但你要注意 你资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这个过程中 你的货物是有什么 是有增值的 对吧 是有增值的 产生了增值的就应该什么 应该交税呀 你用于非应税项目 你这个地方要视同交售 把这个税交上啊 那么第五个 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同样的 到这个地方 我用于集体福利了 个人消费了 我退出增值税的流转环节了 对吧 但是你资产委托加工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产生了增值啊 你要对增值额怎么样 要去征税的 那么这两者实际上很重要的 我之所以要对你进行视同销售 就是要防止什么 你用这种方式来避税 对吧 我要防止你避税啊 对吧 因为你产生了增值额 有了增值额 我们就应该产生增值额的增值税 但现在呢 你不视同销售 就会产生避税的情况 所以要求你视同销售 来征这个税啊 那么接下来将资产委托加工 或者是购进的货物 作为投资啊 提供给其他单位 或者个地公商户 作为分配给谁呢 给股东或者投资者 作为无偿赠送 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那么这几个情况都属于什么呢 都属于你进入了全署转移给其他人 对吧 其他单位或者个地公商户 股东或者投资者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你给了其他人全署发生转移 而你要知道 你购进也好 你资产委托加工也好 实际上你是有镜像的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镜像 将来就应该有什么 有肖像 如果没有肖像 你注意了 你到了下一个其他单位 个地公商户 到了股东 到了投资者 那个地方的时候 人家没有镜像 他将来在发生应税行为的时候 他的镜像怎么办 对吧 没有没有镜像税额 他怎么去抵呢 对吧 也就是说 他跟前面不一样的是什么 前面到这个地方 可能就结束了 而这个地方 我们要提供给其他单位 或者个地公商户 股东或者投资者 对吧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有可能会进入增值税 进一步的链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配比的原则 你有镜像 有肖像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把资产委托加工 或者购进的货物 你作为投资分配 无偿赠送 我们简称投分分 都要做什么 都要做视同销售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产生肖像税额 对于其他单位 个地公商户 就有了进项税额 将来他要做 其他处置的时候 他可以考虑 进项税额的底扣 对吧 这样链条就完整 就产生了配比原则 有了肖像 有了进项 是配比的 对吧 同时也防止什么呢 避税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45678 都是在做什么 视同销售 它的基本逻辑 要么为了防止大家 去避税 对吧 遵循这种配比的原则 肖像进项 你要配比 那么这是这样的 第八个情况 第九个情况 单位或者个体公商户 向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 无偿销售 应税服务 无偿转让 无形资产 或者不动产 对吧 那么这些 也是要视同销售的 这个前面讲过 但是用于公益事业 或者社会公众对象的 怎么样 除外 就如果你是无偿 用于公益事业的 这种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我是不用视同销售的 这个地方要区分什么呢 区分货物 货物无偿用于公益事业 或者社会公众对象的 一样要做什么 视同销售 因为刚才我们讲 45678的时候 你看到过 我们说要对公益事业 社会公众 剔除吗 没有 对吧 我们往外的时候 投分赠的时候 没有剔除过公益事业 社会公众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呢 货物无偿用于的时候 还是要视同销售 当然有没有特殊情况呢 也有 你像第十个财政部国家 收入总局规定的 其他情形 这个其他情形里面 就有一个就是 货物无偿用于什么呢 你像在疫情期间 用于防疫的 对吧 无偿用于疫情防控的 我们在20年曾经 推出过税收优惠 我们是允许怎么样 不做视同销售 不挣税的 但那是为了应对 疫情的特殊情况 就属于财政部 收入总局规定的 其他情形 对吧 那那个政策呢 我们现在已经退出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关心 它是阶段性的政策 当时为了疫情防控 给了一个政策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这里边的一个背后的逻辑 视同销售的 很重要的逻辑 要么防止避税 要么要遵循配比的原则 链条要完整 不中断 对吧 好 到这个地方呢 我想对刚才讲到的 这个视同销售的情况 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梳理在哪里呢 就是大家发现 刚才我们讲的 实际上有什么呢 有资产委托加工 还有外购 而这两者在处理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不同的 对吧 那么对于资产委托加工 外购货物 都用于生产经营 或者给管理部门 就你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或者是给了管理部门使用 那么给了管理部门使用 也认为就是参与了生产经营 比如说给经理 给老总 对吧 给高管 给他们用了 对吧 比如说你们的电脑啊 你的汽车呀 你的这些东西 我不管你是自产的 委托加工的 还是外购的 一般来说 我都不需要做适同销售 因为你是用于生产经营了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需要去计算你的销项 而它对应的进项税额 一定是可以抵扣的 因为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了 对吧 将来会产出其他的产品 所以这是一个常规情况 不适同销售 然后对应的进项税额 是可以抵扣的 那么这里边 唯一的一个特例 就是什么呢 小汽车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小汽车生产企业 如果他生产了小汽车 生产了小汽车之后呢 给谁用呢 给我们的生产经营使用 给经理用 给高管用 我们认为是用于生产经营 对吧 理论上不应该视同销售 但这个时候要视同销售 为什么呢 是因为小汽车必须要上盘 对吧 你要上盘的话 你就需要什么 你就需要处于完税状态 这个后边我们会谈到 你要完税状态 那就意味着你要交增水 对吧 你要视同销售 把税交上来 对吧 这是一个特殊点 那么其他的情况 我们说自产委托加工 外购货物 用于生产经营 用于管理部门的 不用视同销售 正常抵扣金项税 好 接下来就用于什么呢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或者是投分增的 那么对于自产委托加工的 货物来说 不管是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还是用于投分增 那么这个过程中 自产委托加工 都产生了增值额 既然产生了增值额 为了对 为了配比 也为了防止避税 我们就需要你视同销售 来计算你的销项 同样也可以把你 对应的镜项怎么样 去抵扣 因为你自产委托加工的时候 一定采购了什么 原材料 里边是有镜项的 然后你在这个 自产委托加工的过程中 是产生了什么 增值的 对吧 那么所以我的销项跟镜项 我要有配比 对吧 有镜项有销项 我要配比 然后呢 防止你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给交上去 计算销项 对应的镜项税可以抵 但如果你是外购货物 对吧 如果外购货物 对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都不一样了 你是外购的货物 你的外购货物的 镜项税额 实际上自己已经承担了 对吧 你已经承担的情况下 我不考虑你避税了 现在你想要用作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那就没有这个 强烈的避税东西 说白了 你自己买过来 就是用一发福利的 给个人消费的 那我这个时候 你自己承担了镜项税 你不想抵 你活该啊 我不管 对吧 所以我不用对你 视同销售 也不用计算你的销项 而对应的镜项税 我怎么样 肯定不让抵 对吧 因为你没有用于 生产经营活动 那你就把这个 镜项税自己买单 承担了算了 你既然用于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没有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对吧 那我不让你抵 也就不视同销售 但如果你用于投分赠了 投分赠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进入了 增值税下一个 流转的链条 对吧 用于其他单位 其他个人股东 人家拿着你这个东西 有可能再经过加工 比如说倾注感情 然后怎么样 再往外卖 那么那个过程中 人家就会产生肖像 人家就要问了 我的镜项在哪啊 你得视同销售啊 你视同销售完了之后 你就有肖像 对于人家来说 就有镜项 对吧 那么人家就可以抵扣镜项 然后将来再去 交那个增值税 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进入了 增值税的这个 流转的链条 所以这个地方 他需要视同销售 计算销项 而对应的镜项税 同样怎么样 可以抵扣啊 所以这是大家要看到啊 资产和委托加工 跟外购户物 区别的地方 实际上主要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对应的 有一个需要视同销售 另外一个不需要视同销售啊 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征税范围 征税行为啊 我们的应税行为 特殊的关于 视同销售的问题啊 来看几个例题 比如说下列行为中 属于增值税 征收范围的有啊 来看一下 哪个属于征收范围呢 铁路运输公司 根据国家指令 无偿提供铁路运输服 怎么样 不征 对吧 化妆品销售公司 销售期代销的 代销怎么样 属于征收啊 珠宝公司购入执法部门 拍卖的伐末珠宝 就怎么样 再销售 当然要征税 对吧 然后房地产开发公司 将自建的商品盲 努力给优秀营销的员工啊 作为福利给人家了 那怎么样 也要视同销售 防止避税啊 对吧 防止避税 而且你这个过程里边 确确实实产生了增值嘛 对吧 BCD都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啊 好 下面这个题呢 属于2017年改编的啊 就企业发生的下列行为中 需要缴纳增值税的 就属于征收范围的啊 取得存款利息 不需要 获得保险赔偿 不需要 取得与应税行为 无关的财政补贴不需要 有关的必须要征 对吧 最后取得包装物的租金 那是要征税的 对吧 包装物的资金 那就属于租赁嘛 经营租赁啊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关于 这个题目 好 接下来呢 特殊行为里边的第二类 叫做混合销售啊 混合销售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项销售行为 既涉及货物 又涉及到服务 就又有货物 又有服务 而且必须得是一项销售行为 就称之为混合销售啊 那么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 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 混合销售 就按照销售货物来交税 其他单位说白了 就不是从事货物生产批发零售的 主要从事服务类的 对吧 那么这些单位的 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 就按照销售服务来交税 所以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看了啊 那么上述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 或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零售为主 并接引了销售服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内 对吧 所以要看什么 看他的主营业务说白了 你的主要业务实际上是什么 对吧 然后再按照你是销售货物的 按照收货物来征税 如果你是销售服务的 就按照服务来征税啊 那么再次强调 混合销售行为成绩的行为 标准有两个不可或缺 一个呢 必须是一项销售行为 那第二的就是该项销售行为 既涉及货物又涉及到服务 那既然有两个都是货物 或者两个都是服务 不行 一项销售行为里边既有货又有服务 这是他的严格的概念 那么跟这个东西啊 经常混淆的容易拿出来考的 另外一个行为叫什么呢 叫做奸淫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奸淫跟混合销售 虽然后边我们讲的时候 还会讲到奸淫 但这个地方我们提前拿出来 先做一下区分 那么从概念上来说 我们刚才反复强调 混合销售是什么 是一项销售行为 又有货又有服务 对吧 而且货物和服务之间内在的有什么 有因果逻辑关系 它背后是有逻辑关系的 要不然怎么会混在一项销售行为里边呢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举例啊 比如说酒店提供住宿服务 同时还提供了什么呢 洗漱用品 对吧 我卖着服务的同时还卖了什么 还卖了洗漱用品 那么你要去住宿 说白了 你要住酒店 总是要洗漱的吧 对吧 所以人家会顺便给你提供什么 洗漱用品 这就是内在的因果逻辑啊 那当然可能会有同学说 葛老师我住酒店 我就不洗漱 或者是我自己带洗漱用品 那你自己带了洗漱用品 人家也会给你提供 当然现在为了节能环保 对吧 我们经常发现什么呢 就是牙刷可能不会直接放在房间里了 会放在前台 如果你需要可以索取 他会鼓励你连续两三天 不要再去要新的牙刷 用同一个牙刷 但是依然会有啊 依然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是在卖服务的同时 住宿服务的同时 给你提供了什么呢 必要的这种洗漱用品 当然你非要假装 我就不需要 那你可以不需要 我们需要 对吧 我们认为这里是有内在的因果逻辑关系 对吧 又有货物又有服务 他属于 或者是空调销售商 销售空调的同时怎么样 负责运输 对吧 你卖空调 人家买了空调回去 肯定想用吧 不能自己扛回去吧 对吧 那怎么办 那就同时负责运输给你运回去 甚至运回去之后还要干什么 还要给你安装上 也经常出现呀 还要给你安装上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混合销售 就是又有货物又有货物 那么监营是什么呢 监营就不一样 监营强调的是 监有销售货物 提供家里工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换句话说 增值税的五大征收范围里面的这些东西啊 他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就他业务范围很广 对吧 势力大很大 对吧 又干销售货物 又干销售服务 还卖不动产 又转让这个无形资产 对吧 又这个弄无形资产 什么都干啊 那么这就有可能属于什么 监营 你比如说一个商场 一楼卖珠宝 二楼卖服装 三楼提供餐饮服务 甚至顶楼啊 天花板那个地方还提供住宿 不提供洗漱用品的那种住宿 你喜欢的你可以去 对吧 就这种属于什么呢 属于典型的监营 就是我能力比较强 啥都能干 但它不是一项销售行为 又有货物 又有服务啊 对吧 好第二个 比如说家具生产企业 销售家具 如果说我主动去给你送完家具 送到家 买家具送回去 那么就属于什么 混合销售 但是现在呢 我另外有有运输资质的那些运输部门 提供运输服务 哎 这种情况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两项行为 看到没有 它拆开了 变成了两项行为 而且这个是合理的 拆开两项行为之后 我专门有运输部门 去给你提供运输服务 可以吧 可以 那就说明我能做的业务很多 对吧 有家具生产部门 在给你销售家具 还有一个运输部门 给你干这个活 我又有货物 但是又有服务 但它不是什么 一项销售行为 搞清楚 所以它就属于监营 那很多人会觉得二合一 这边的二跟这边的二啊 很像 对吧 你都卖空调 比如说都卖家具 一边提供运输 一边不提供运输 让专门有运输资质的部门 去给他运 一个是混合销售 一个是监营 那么这里边实际上 启示我们什么呢 就是现实中 很多纳税人所谓的那种 业务上的税务筹划 就由此而来 为什么 因为你混合销售 大家来看啊 如果你是一个空调销售商 你的税率 你是销售货物的税率是多少 13% 那么这个时候 你同时负责运输 那你要知道 混合销售的特点是 随同主业缴纳增值税 那就意味着 你的运输那一块 实际上也是多少 13%交税 而你要知道 正常运输是多少 9%啊 这个要实际上 税负怎么样 偏高 那么对于纳税人来说 他就开始琢磨了 那我能不能不让他混合销售呢 我卖家具 卖空调 我就直到卖的环节结束了 我们就不送 我们这个服务 就是这么不到位 对吧 我专门找我们那个什么呢 运输资质的那个运输部门 帮你去运 可以吧 我专门拆出来一个部门 他去运 然后这个部门提供的是什么 是运输服务 那么运输服务是多少 9% 明白意思吗 所以他就变成了兼营行为 这样就可以把企业的税负怎么样 降下来 因为你要知道 兼营行为 他要求的是 分别核算 分别计税 只要你能区分清楚 就分别核算 分别计税 当然如果你没有进行分别核算 就我这个家具啊 跟这个运输还是混到一起了 那对不起 我就从高计税 从高计税就是什么 一个13一个9 那我就用13的税率 听到意思吗 但是真正想要去通过这种方式 利用这种兼营的模式来进行筹划的 他肯定是想适用更低税率的 把税率降下来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利用税法 做一些合理的筹划 这就是要懂税啊 对吧 人家懂税 人家就按照把自己的业务模式怎么样改一下 原来你要送 我现在不送了 我专门搞个部门去给你送 对吧 把它拆出来 做兼营 然后呢 专门按照运输服 9%去交税 把税负降下来 这就是税务规划 税务筹划 当然这是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还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 现实通过这也出现过很多风骚的操作 你比如说 我之前啊 给我们学院研究生上课 当时呢 还是线下的课啊 不是疫情 那么当时呢 学生呢 就有一个研究生啊 提了一个问题 说哥老师啊 这个电影院卖爆米花 算混合销售 还是兼营 好问题啊 视频背后的各位同学 你们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就电影院卖爆米花 它是混合销售还是兼营吗 啊 按理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 兼营行为 为什么 就说白了电影院 他一方面可以放电影 另外一方面 他还能在前台那个地方干什么 卖爆米花 对吧 所以他看起来是一个大的经营主体 但他的业务范围很广 对吧 又能卖 这个爆米花 又能卖你的什么 放电影的服务 啊 那么这里边要注意了 他们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对吧 爆米花我销售户是多少 13% 对吧 然后我看电影这个地方是多少 6% 对吧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 啊 我广播影视服务吗 但这个时候呢 我那位同学给我回答的时候说 哥老师 我认为是混合销售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我就不点名是哪的了 因为听课的很多同学 可能也来自于那个地方 他说我们那个地方的很多电影院啊 你要看电影的话 必须要买爆米花 捆绑销售 就是把原来的两项销售行为硬生生的怎么样 捆成了一项 对吧 硬生生捆成一项啊 捆成一项之后实际上就碰什么 碰混合销售的词啊 对吧 一项销售行为里边又有货物又有服务 而且他还跟你解释说 我看电影的时候怎么样 我一定要吃爆米花 不吃爆米花 看电影就看得不过瘾 不尽兴 对吧 有因果逻辑关系 强行发生关系 对吧 这就属于什么 臭不要脸 碰词 对吧 说白了就是商家呀 在干什么 钻税法的漏洞和控制 想要去筹划 但实际上是不合法的避税 对吧 很可能会被认为逃税 对吧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殊操作 我当时跟他讲 我说虽然你认为是混合销售捆绑了 对吧 但我不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现实证明 看电影可以不吃爆米花 换句话说 这不是一项销售行为 他不是必须要在一起的 看电影可以不吃爆米花呀 对吧 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说 有没有人 各位同学有没有在疫情期间去过电影院 有吧 对吧 疫情期间 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 你会发现 他们根本不漫暴米花 为什么 因为他要求你戴口罩 看到没有 我在疫情期间去过去过电影院的 有一次最狠的意思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包了一个场 我一个人看 我很喜欢看电影 看好电影 一个人包场 包场到什么程度 就看到中间的时候 突然之间口渴了 我想出去买瓶水 我当时的想法真的就是站起来 想对着大屏幕说 来给我听一下 我要出去一趟 对吧 只有我一个人吗 当然不可能这么做 对吧 我就迅速的跑出去 想要买瓶水 结果 人家前台那个地方告诉我说 不卖 我说凭什么不卖呀 对吧 他说疫情要求不能喝水 我说你不要就我一个人 对吧 没有人啊 我自己拉下口罩来喝口水 不行吗 他说真的不能卖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没有水卖给你啊 我们就没有货呀 对吧 我只是站在这 形式上有个人没有货可以卖 所以听明白意思吗 就是疫情 今天你来水都不配合 何况爆米花呢 所以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证明了 看电影可以不吃爆米花 对不对 所以他并不是一项不可分的销售行为 里边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什么叫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呢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可能更好的理解 比如说啊 我们有一个业务叫做汽车打蜡 就汽车呀 你要做美容 对吧 装饰 看起来好看 要干什么呢 给他打一层蜡 对吧 那么汽车打蜡的前提是什么 你得有蜡呀 对吧 你要不要打什么呢 打人吗 你得有蜡对不对 所以当你到了那些汽车美容公司啊 那些帮你洗车的那些公司里边 你会发现啊 那些小调里边你会发现 你要打蜡的话 你得顺便干什么 买蜡呀 人家就顺便把蜡卖给你了 他做的是什么 汽车美容的这个服务 他做的是服务业 但这个过程中 他会顺便就把蜡给卖给你 因为你必须得有蜡 你才能打 当然也可能会有杠精说 哥老师 我自己带着蜡去 你有病啊 对吧 不太可能 所以这叫做一项销售行为 对吧 有因果逻辑关系 又有货物又有服务 一定要搞清楚啊 所以混合销售 他的大前提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 他是一项行为 又有货物又有服务 内在有强烈的逻辑关系 那有因果关系的 但是兼营 他是不同的行为 只是说这个人实力比较强 业务比较多 看起来在一个经营主体里 但实际上可以划分清楚啊 好 这是我们讲的混合销售和建议啊 但这里边有一个特例 我们要特别提出来 后边还要再次强调这个特例啊 就是那是人销售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等 自产货物的同时 我们提供了什么呢 建筑安装服务 你卖给人家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 这些东西 人家拿回去干什么 你得帮人安呀 对吧 帮人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呀 那么这个是一项销售行为吧 是的 对吧 既有货物吧 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 对不对 还提供了什么呢 建筑安装服务 按照这个定义 严格来说 就是一项销售行为 又有货物又有服务 实际上应该干什么 应该是做混合销售的 所以我说看似混合销售 但现实中我们说法要求做什么呢 按兼营处理 把它作为两项销售行为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奇葩的规定呢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它这里边的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建筑安装服务 在其中的占比实际上非常大 就这里边 你比如说这个整个业务 这个单子可能是十万块钱 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可能有五万有三万 都是什么建筑安装服务 因为这里边需要大量的人力呀 明白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把这么大的这个建筑安装 都混在你销售货物去 挣13%的话 人家那种建筑服务是9%啊 人家觉得怎么样 吃亏了 本质有利于纳税人的原则 我们允许你怎么样 按兼营来处理 听没有意思吧 这样的话 你卖板房 卖机器设备 卖钢结构价 就算13% 但是接下来 你去提供的建筑安装服务 我可以按9%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特殊规定 这就是我说的特殊情况 特殊处理 对吧 就变得更加有意思 对吧 变得更加难 但你要理解了逻辑 也就不难了 对吧 一定要搞清楚两者之间的这个差别 好 接下来看一下真题 下列经营行为中 属于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 那是哪个 来看一下 A 商场销售相机及存储卡 来看一下 这两个都是什么 都是货 不对 第二个 商场销售办公设备 并提供送货服务 一个是货物 一个是服务 一项销售行为 对吧 属于混合销售 没问题 C 康养中心提供住宿 这是提供的服务 并举办健康讲座 还是服务 不行 第一 健身房提供了健身场所 对吧 我给你提供服务 并销售 减肥药 卖东西 好像是一项销售行为 对吧 又有服务 又有什么货物 好像是混合销售 但这里边有很强的迷惑性 为什么呢 减肥药跟你健身房 这里边的健身场所 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没有 有人说 哥老师 我去健身房 就是为了减肥的 那你要知道 有人去了 还真不一定是减肥的 人家可能是去增肌的呢 对吧 跟你的诉求不一样啊 没有那么强烈的逻辑关系 那有人一定要坚持出 我去健身房 对我来说 唯一的意义就是减肥 那你这种人 真的是适合去健身房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你还挺能抬杠的 对吧 你去健身房吗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搞清楚啊 D没有争议的选B D实际上是很模糊 容易混淆 有争议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还是2019年另外一套题啊 熟悉赠实税混合销售行为 的是哪个呢 比如说赛斯店销售汽车 及内饰用品 都是什么 都是货 B销售空调 并提供安装服务 很简单 对吧 有货物有服务 一项销售行为 C提供住宿 及机场接送服务 对不起 两个都是服务 D提供餐饮 及音乐舞蹈表演 都是服务 对吧 这个就没什么争议了 但很明确 就是B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这一节里边的第二部分 我们征收范围讲完了 我们进入纳税人 和扣脚义务人 那么这个部分呢 属于常考的一个考点 但是呢 难度非常低 而且内容也不多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第一个 纳税义务人是什么 就在中华人民共国境内 简称境内啊 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都较增值税的纳税人 单位是什么呢 单位是指企业 行政 事业 军事 社会团体 以及其他单位啊 这么是 这是我们说的单位 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 和其他个人 那么说白了 这个地方的其他个人 指的就是什么 自然人 就是镜头背后的你啊 自然人啊 所以将来 大家在说法教材里边 看到讲其他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很清楚 讲的就是什么 讲的就是自然人 活生生的人 对吧 活生生的人啊 讲个人的时候 会包括个体工商户 包括其他个人 一旦说到其他个人 就是讲自然人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 纳事义务人的 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就属于什么呢 承包承租的情况 以单位以承包承租 挂靠这种方式来经营的 承包人 承租人 挂靠人 统称承包人啊 以发包人 出租人 或者被挂靠人 可以统称为发包人 以他发包人的名义 对外经营 并由发包人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 就以发包人 作为纳事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以发包人的名义 对外经营 还以发包人 去承担法律责任 啊 法律责任是发包人 承担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发包人就是纳事人 否则的话 承包人 就是纳事人 所以啊 想清楚 采用承包承租 挂靠经营方式 我们要去确定 纳事人的话 其实呢 区分两种情况就好了 第一种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 以发包人 作为纳事人 哪两个条件呢 以发包人 名义 对外经营 第二个 以发包人 去承担法律责任 你要同时满足 发包人 对外经营 以他的名义 第二个 由发包人 去承担法律责任 这个时候 发包人 才能做纳事人 如果不满足 以上两个条件 不管是不满足了哪个 对吧 都以承包人 作为什么 纳事人 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 多少的特殊情况 在这里说的 就是关于资管产品 运营过程中 发生的增值税的 应税销售行为 以资管产品的管理人 作为增值税的纳事人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莫名其妙的 补了这样一句话呢 其实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政策 是18年刚出的 对吧 是在盈改增的过程中 一开始没有解决掉的 资管产品 怎么征税的问题 有很多争议 最后呢 官方明确下来啊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 就帮你买的那些 理财产品啊 你去搞投资啊 人家帮你去做 资产运营管理 对吧 资管产品 那么运营过程中 发生的那种增值税的 应收销 应税销售行为 那么谁来做纳税人呢 炒完了之后 最后发现 本质征管便利的原则 让资管产品的管理人 做纳税人吧 就让他来做 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把他放在纳税人 扣脚义务人 这个小节里边 给大家说一下 对吧 他本质上 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 他只是说相对新的一个政策 还不是特别新啊 好 那么看一道题 下列承包经营的情形中啊 应以发包人 作为增值税纳税人 刚才说过了 对吧 这是18年的真题 什么情况下 以发包人 两个都满足 一个以发包人名义 对外经营 第二个 以发包人 承担法律责任 对吧 以他的名义 对外经营由他来承担法律责任 都得是你 那才能够 以你为纳税人 两个条件 有一个不满足 就是承包人 作为纳税人 这是考过的 好 接下来第二个方面 就关于扣脚义务人 扣脚义务人 什么概念呢 就是境外单位 或者个人啊 在境内发生了应税行为 那么在境内 如果没有设有经营机构 那怎么办呢 就以购买方 作为增值税的扣脚义务人 谁买的 谁就当那个扣脚义务人 去扣脚税款 财政不是我总决定 有规定的除外 那么来看一下 扣脚义务人 这个购买方呢 他怎么去计算 应该扣脚的那个税款呢 就应扣脚税款 就等于接受方 就我购买接受方 支付的价款 我付的那个钱 除以一家税率乘以税率 这是我前面在讲的 要先除以一家税率 干什么 做价税分离 对吧 在第一节里边讲过 分离完了之后 就相当于是一个 不含税的价款 再乘以税率 不就是你应该扣脚的税额吗 对吧 好 这就是扣脚义务人的 一个基本规定 好 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一小节呢 宣告结束啊 我们跟大家做一个小节 那么关于刚才讲的 纳税人扣脚义务人的情况 因为非常简单 我就不放在小节的范围里面 我们这个小节里边 主要聚焦于 我们这一节里边的核心问题 是什么 征税范围 对吧 那么征税范围里面 实际上就讲了两回事 一个就是一般规定 一个就是特殊规定 对吧 就是发生在境内 属于征税范围 然后为他人提供 且有偿的经营活动 四个方面 对吧 你要在境内 在征税范围里头 要为他人提供 并且得有偿 对吧 这样的经营活动 就是征税范围里边的 那么具体的征税范围呢 里边有五个 对吧 销售货的进口货物的 加工修律修配老物的 而老物实际上是配套跟货物的 对吧 你加工修律修配的 不就是货物的那些东西的老物吗 对不对 然后服务的 对吧 服务里边有很多了 包括交通运输的 对吧 包括我们的现代服务的 包括我们的生活服务的等等 对吧 包括我们的邮政的 电信的 金融的都在服务圈里 对吧 然后其他类啊 那么无形资产的 以及不动产的 对吧 这就属于五大类征税范围 当然具体到每个里边 都有更多的细节 我们前面跟大家区分了 讲清楚了业务背后的真实的逻辑 搞清楚每个业务到底是干嘛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一般规定 那么接下来特殊规定 什么概念呢 分两大类 一类叫特殊项目 特殊项目什么意思呢 就满足一般规定 我可能也不征税 对吧 有一些满足一般规定 我不征税 或者还有一个例外情况 就是我不满足你前面的 四个方面的一般规定 对吧 但我依然征税 比如说我要视同销售 对吧 看起来无偿 但实际上呢 为了防止你避税啊 对吧 我还是要视同销售 征你的税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特殊项目 那么特殊行为里边 就直接明确的举了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视同销售的行为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混合销售和监营 对吧 混合销售和监营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再一次强调 混合销售强调的是 一项销售行为 又有货又有服务 对吧 而监营呢 只是因为它实力比较强大 它可能有货物 有服务 有不动产 无形资产 有劳务 对吧 但它并不是一项销售行为里边 密不可分 有因果关系了 货物和服务 对吧 它不是这个意思 一项销售行为 既有货又有服务 有内在的因果逻辑 那是混合销售 而混合销售是看你的主营业务 对吧 你是搞商品销售的 你就按照商品销售的 这个13%来征税 如果你是搞服务的 搞其他的 你就按照其他的 这个主营业务的税率来交税 而监营呢 就是你要分别核算 分别核算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分别计税 对吧 有货物的税率 有服务的税率 但如果你没有分别核算 搞得不清楚 不清不楚 那对不起 从高计税 对吧 惩罚 从高计税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看到的 关于征税范围的内容 这是为整个增值税奠定基础的 希望大家学完这一节之后 能够有所收获 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形形色色的各种现象 各种行为 能够回归到我们税法的 征税范围里面 去思考 去想 去融入生活 可以更好理解 在理解的基础上 再去记忆 你会发现 融会贯通 好 这一节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